中国死光A重型激光武器真的可以摧毁三公里内的目标吗? 中国的激光武器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 在众多的科幻大片里,我们都能看到一种射速快距离远的激光武器 既然是科幻片,那一定是当下的科技水平很难以实现的技术 其实不然,激光武器已经与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一起被称为20世纪的四大发明 也就是说,世界范围内早在20世纪就展开了对于激光武器的研究 像飞机、导弹、卫星、航母、潜艇等 在成熟的激光武器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 鉴于激光武器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制定了宏大的研究与应用计划 组建了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于开发激光武器 在20世纪末期,单单美国政府对激光武器的研究就达到了90亿美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前苏联与英国的军舰或陆上已有实验性战术激光武器装备 可以说,激光武器的研究已经是全世界国家军事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中国也通过多年的研究探索研制出了国产的激光武器 其威力每秒3万公里的飞行速度瞬间击穿航母 从瞄准一艘核潜艇到摧毁也只需要2.5秒的时间 相关专业人士也曾表示 中国在激光武器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 甚至有着超越美国的可能 激光武器也成为了近年来研发出的最具杀伤性的顶尖武器种类之一 近年来,中国在激光武器领域的发展十分迅速 研发出了众多以激光为应用基础的军事装备 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中科院光电所等单位研发的 低空卫士激光防护系统 这是中国第一个具备针对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目标的低空安保装备 根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此装备的介绍得知 这套低空卫士激光防护系统发射功率接近1万瓦 低空有效面积可以达到12平方公里 并且能在5秒之内精准拦截半径2公里 360度空域的固定翼等多种航空器 具有快速、准确、无声无息、无附带损伤等特点 在此系统的真实场景演示试验中 低空卫士成功击落了固定翼、多悬翼、直升机等 多种小型航空器30余架 击落率达到了100% 根据透露 中国正在着手研发更高功率的紧凑型激光拦截系统 类似的低空激光防护系统 还有中国国产的沉没猎手 这是一种车载机动型激光武器装备 主要用于拦截大批的低空无人机 据了解这一激光系统可在800米距离烧穿5层2毫米厚的钢板 虽然只是一种小型的激光武器系统 但也能看出中国在激光领域的多样化应用 而要称得上中国最厉害的激光武器 那就得说说死光A激光武器 之所以称死光A是中国目前最厉害的激光武器 是因为其军事方面的作用非常强大 根据科学推算 死光A的激光射程速度达到了35万公里 因为该系统机动载体有所限制 能够安装上述能力的高能量激光器也仅仅只有10管 虽然听着数量少 但这10管激光器一旦发动骑射 核潜艇在其面前就是不堪一击 甚至连发射核导弹的机会都没有 就会在2.5秒内成为残骸 5分钟内就可以瞄准敌方20枚处于机动状态的战略导弹 并将其摧毁 然而激光武器在最开始的研发时 其目的是为了应用在太空中 主要在战争开始阶段摧毁敌军的军用卫星 截断敌军的卫星通行手段 以及摧毁敌方地面固定发射武器 而要做到这一点 最主要的前提就是 中国有着全球唯一的激光卫星接力战 以及卫星反射战 这样就能够很好地解决 因为激光发射的高线是直线射程的定向光速 不能够拐弯的大难题 可以做到不同维度的射线打击 该卫星接力战采用了光线发射的原理 能够将从地面传来的高能量激光吸收 再转而通过定位来锁定需要打击的目标 而这一成果得以实现 中国的激光领域的科研人才 整整研究了20余年 才克服了因为天气和卫星接力的因素 造成的能量损失 将能量的衰减成果控制在了千分之一以内 最终才能完成高能量 高精度 高速度的激光发射 那么激光武器中的激光到底是什么 激光武器是如何产生强大的破坏力的 中国的激光领域研究又经过了怎样的历程呢 其实人类把光作为武器的想法 在很早就被提出来了 在中世纪 又有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 用聚焦的日光点燃敌人战船的传说 虽然是传说 可信度不高 但也能很好的证明 人类在很早的时候 就有用光作为武器的想法 而真正将激光这一概念提出的 就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他在20世纪初期提出了 当频率为一定大小的光子在摄入时 也会引发粒子以一定概率 迅速地从能级E2 跃迁到能级E1 同时 辐射两个与外来光子频率 相位 偏振态 以及传播方向都相同的光子 这个过程被爱因斯坦称为受机辐射 而在这种受机辐射的过程中 产生并被放大的光 就是激光 有意思的是 激光这一概念 在20世纪的初期被提出 但激光在军事上的应用 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 半个多世纪的间隔 世界各国在激光领域的研究 才能够支持激光在军事上的应用 可以见得 激光武器的研究难度非常大 其中涉及的物理原理和基础科学相当复杂 那么 激光是如何将一个目标摧毁的呢 毕竟一个体积如此巨大的核潜艇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在2.5秒内就能够将其摧毁 一般来说 激光在命中一个目标后会有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穿孔 所谓穿孔就是通过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 使目标表面急剧融化 融化会蔓延到目标的整个结构当中 之后 融化会转变为蒸发 气化物质向外喷射 反冲力形成冲击波 第二个过程就是层裂 因为目标表面吸收了大量的激光能量 其内部微观结构中的原子就会被电离 形成等离体的云 云向外膨胀喷射 形成硬力波向深处传播 硬力波会造成目标材结构材质被拉断 形成层裂破坏 虽然激光武器与核武器都是大杀伤性武器 但与核武器不同的是 核武器的破坏是惊天动地的 而激光武器可以很好地控制能量的放出 瞄准一个点进行精准的打击 说了这么多激光武器的优点 我们再来说下其的缺点 激光武器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 不能全天候作战 在大雾 大雪 大雨等恶劣天气条件下 限制非常大 并且激光武器属于精密光学系统 也受到大气影响严重 但战争可不会管什么天气就不打了 所以目前激光武器的应用 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激光武器目前也不可能像科幻片中使用起来 那么简单 同时 由于激光武器需要大量的能量 在能量储存设备难以微型化的问题解决之前 激光武器都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应用 当然 人类的进步都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中 不断发展的 激光武器在未来也将会成为作战的主力武器